飞机坟场影子舰队 可以看出美国在武器存储上下了大力气 但是也有一个疑问 为何美国不把这精力经费投入到新兴武器装备上呢 首先呢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没钱了 拿破仑曾经说过战争打的就是金钱 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 那么美国呢现在他的这个每年的军费呢 达到了7200亿美元以上 这7000多亿美元呢 如果摊到整个的这个地球上来说 那么摊到他的几千个军事基地上来说 摊到他到世界各地来打仗的运输费用来说 那么就是捉襟见肘了 所以呢这7000多亿美元呢 要加加上十倍 那么还差不多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从美国来说呢 他从建国以来 那么他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差不多是18.8年发动一场战争 而从二次大战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呢 差不多是2.6年发动一场战争 那么从冷战以后呢 美国呢则达到了1.8年就发动一场战争这个地步 那么如此多的战争 那么美国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些这个武器弹药和这个军区装品的物资等等 都放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 那么来为他的这个全球战略来服务 另外呢 第三点 美国呢 他的这个科学技术 尤其是军事技术 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国家 即使是美国这些退役的武器 那么如果要给他擦干净 给他整修一下 拿出来也远远的高于其他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的水平 所以在技术代差上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 再把这些封存的旧武器再给他拿出来继续使用 那么也为他的盟国和盟军呢来继续使用 这样呢 就是可以达到他的效益最大化 这也是一个非常经济的办法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美国把这些武器储存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各地 那么毫无疑问 他也是一个战略方向上的威慑 只要美军由各种各样的这个武器装备物资等等 堆积如山 像小小城一样放在一个地方 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这个地方就可能发生战争 就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全球利益 美国的影子部队通常会收容一些退役的武器 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年秋天 美国最老的航母企业号即将退役了 我们很好奇退役后的企业号会被如何处置呢 首先或者是拆解 那么拆解呢 我们我们看知道呢 在这里边美军呢 就要花费几百万美元 甚至上千万美元来对这个钢结构进行拆解 并且呢 这八个核反应堆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拆解呢 它的这个耗费依然巨大 另外一个是这个到博物馆去 那么建成像无卫号一样的这个博物馆 但是呢 由于企业号它是一艘核动力的航母 那么它的反应堆和它的一些这个边角余料的部件呢 已经受到了一些小小的辐射 那么对于这些游人呢 并不安全 再有一个呢 就是赠予 那么呢 我们还考虑到美国呢 从二次大战以来 从没有把它的航母母舰 给它这个赠予到其他的盟国 并且包括它的这个核动力 就是这个反应堆 那么如果要是赠到其他的国家的话 那么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这个不良的影响 那么赠予这条路 也是不这个 不是特别的应允的 那么对于企业号来说呢 最好的情况是就是封存 把它以极好的形式 比如打上黄油 比如涂上一些这个油漆 把它放到一个干船屋里边 长时间的把它保存起来 如果一旦发生战事呢 可以把 给大家一旦发生了